而这个处罚是不是过当了呢 老师处罚学生是以不准吃午餐来当作处罚 整个事情的始末是台北县一所小学小五男学生 他因为被罚抄写课文 但是拖到中午都还没有写完 让导师很生气 他说没有交作业之前就不能吃午餐 结果下午男同学饿肚子上体育课跑步 结果身体不舒服了 家长因此一撞告到教育局 学校现在是坦诚 老师处理失当将要成处 校全一看见陌生人靠近马上警觉 这所台北县三峡的国小小峰严谨 但是五年级特教班却发生学生被处罚 禁止吃午餐的事件 这名男同学因为上午上课没守规矩 被老师罚抄课文两次 但是没写完却在走廊嬉闹 老师发现后更是生气处罚 他叫回来的时候 当然孩子不是很高兴嘛 孩子有对老师大吼大叫说 叫什么叫嘛 要抄就抄这样 女老师要男同学没写完作业之前 中午营养午餐不准吃 但是男同学一直到下午两点钟上体育课 还是没写完 控着肚子跑步 觉得身体不舒服 下午将近三点钟吃饭了 但是回家后向妈妈告状 回家的跟家长讲 那家长的反应就是说 怎么可以饿肚子 教育局认为老师处罚失当 而学校要开考机会惩处 只是这个被处罚的男学生 现在作业还是没写完 校方要以关爱劝说的方式 来鼓励替代处罚 中文新闻 小智光 看影卿台北报道